打个黑 没不打卡 别伤得到 这位游戏的是来自中国的张立鹏 张立鹏 现在比赛马上开始 张立鹏现在是中方选手 那蓝方选手是巴西选手 那作为巴西柔树的本家巴西选手 那他的巴西柔树肯定很好 那张立鹏应该如何克制他呢 张立鹏应该 因为张立鹏以前是连散打的 因为我相信他的战力很好 其实我知道张立鹏原来有过 跟巴西柔树黑带比赛的经验 我想他要是把那场比赛的 打法复制过来 我就觉得应该 这场就跟柔树黑带打应该没问题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张立鹏曾经在锐武终极格斗大赛 曾经对战巴西柔树黑带世界冠军卡布拉 然后获得了最终不一致判定赋 虽然那场比赛没有获得胜利 但是表现得非常好 现在张立鹏和马克龙斯 现在双方都在讲究距离和机会 马克龙斯爆摔 拿到了爆摔位置 张立鹏应该不应该打张立鹏 张立鹏现在拿到了双手 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马克龙斯双手打住了扣 这个时候张立鹏的双手控制 应该张立鹏装过去 把他顶到笼子边上 应该装过去装过去张立鹏 好的 现在马克龙斯用一些7击干扰张立鹏 想尽量找到他失去中心的时候 拿到了张立鹏的后背 张立鹏非常有经验 往笼子边上靠 不让他拿到后背 现在马克龙斯拿到了张立鹏的背部 但两个脚进去了一个脚钩 又失败了 张立鹏非常有经验 张立鹏非常有经验 扭了过来 扭了过来 马克龙斯爆摔 接了一个扫技 现在拿到了张立鹏的上位 现在张立鹏在下位 那铁哥作为巴西柔树选手来说 那他拿到上位以后 是不是非常可怕 对 因为就是看张立鹏怎么防守 然后让他过腿的话就很危险 作为张立鹏来说 如果做这种全封闭防守 像巴西柔树的准备姿势的话 我个人认为 其实对防止GMP 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 对 那他这个时候 尤其是不能让他过腿 这个时候是张立鹏反规了 因为比赛规则 除了双脚以外第三点着地 下面的选手是不允许踢 比上面选手的头部的 马克里斯准备过腿 准备过腿 准备过腿了 已经拿到了半防守的位置 现在这个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双方选手的教练都是巴西人 满场都是出现的是葡萄牙羽 对 好 已经拿到了侧降压制位置 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位置 我们前面说到了 对对对 应该张立鹏应该想方法跑 跑跑跑 作为巴西柔树的高手 他每一个位置的把控都会非常到位 张立鹏再次犯规了 这膝盖到底的时候 第三届到底的时候不能提脑袋 对 除了两脚以外 好 现在开始 张立鹏现在忙撤 尽量逃开 然后马克里斯在过腿 已经过腿 拿到了半防守的位置 张立鹏有一只手推着马克里斯的胯 对对对 这样马克里斯不太容易 转换成其他姿势 对对对对 或者南美姿势 张立鹏应该跪起来 张立鹏现在试图逃出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对 现在张立鹏并没有被压平 所以他还是有机会逃脱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两个选手的力量 都几乎相当 对呀 80公斤的选手 力量上非常有优势 170方左右的这些选手 又有速度又有力量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打得很精彩 所以说是一个完美的体重 对对对 好 马克里斯一个漂亮的体力转换 拿到了后背并进入了一只脚钩 他现在试图进入第二只脚 已经成功了 张立鹏放第二只脚了 他拿到了一个非常稳固的背后部位置 准备裸脚 实行裸脚 张立鹏非常有经验 两个手挡在自己的颈部和头部 不让马克里斯 马克里斯已经拿到了裸脚位置 不知道会不会有效 放弃了 现在马克里斯转换 转换想拿张立鹏的齐称位 一个漂亮的体力转换 拿到了三角锁 现在马克里斯 张立鹏不能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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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锁 不知道这三角锁有没有 但我看来他非常紧 对对 张立鹏应该不能乱 应该把他拖到这一局比赛结束 张立鹏不应该乱动 对对 防守好了 不应该乱动 不应该乱动 张立鹏应该 这个时候张立鹏不应该放弃 不应该乱动 转换成安排 对方转换成安排 没有成功又要做三角 这个三角锁很紧 铁哥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有 时间到了 张立鹏非常聪明 这个铃声救了张立鹏了 第二回合 像马克思上一个选手 对手都根本没有看过第一回合 这次不知道张立鹏战术有没有改变 跟他 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张立鹏在激战术上有没有更多的改变 没有变化 对对对 应该跟他打的远距离的战术 不应该打近距离 因为巴西的摔法和柔术比较厉害 除了所知马克思还有柔道基础 他练了五年柔道 对啊 所以说张立鹏应该更应该拉开距离 打那个战力技术 因为他 所以应该打游击战 用自己灵巧的步伐和打击技术 对对对 然后控制对手 我们注意到这个巴西选手 他除了短裤以外 里面还穿了一个紧身裤 那这个紧身裤有什么作用呢 铁哥 好的 漂亮的摆拳 好 又被拿到后背了 巴西选手的转换 这巴西选手都 抱腿特别快 巴西选手的转换 抱腿不行马上转到身后 对对对 现在在背后干扰张立鹏 然后张立鹏抓住了巴西选手的手 现在巴西选手两个脚 并没有勾在张立鹏的胯和大腿之间 所以这个姿势并不太稳定 张立鹏还是有智慧逃脱的 一个腿已经放进去了 现在一个勾已经进去了 作为张立鹏来说这个时候 他最好的办法就应该逃起来 对对对 应该不应该等待这个位置上 应该站起来 好 对方 现在张立鹏 站起来 应该站起来 现在张立鹏 被对手拿到了非常稳固的 好的 好 转过来了 这个漂亮 张立鹏拿到了上位 这先是峰回路转 刚才还是自己在下面 中间被对方压制 现在已经开始压制对方了 5 2 3 现在马克尔斯用一只脚踩着张立鹏的胯 另一只脚 另一只手抓住自己的一只脚 进行了一个不太成型的橡皮防守 对 对 好 现在张立鹏过腿了 好的 好的 对方 对方 对方还是非常聪明把头扎在张立鹏的当底下 这样能减少张立鹏对他的打击力度 这个其实在柔树里面也有这样的姿势叫迪帕哈夫盖 叫深半防守 作为一流的柔树下 我相信马克尔斯会利用这个姿势拿到优势的位置 那张立鹏呢 现在所做的就是保持出自己的位置 刚花音刚落 张立鹏又被拿到了背部位置 我们发现其实巴西选手的打击并不是很出色 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他还没开始进攻 我觉得战利鹏应该不应该跟他这样打 应该站起来跟他打战利 因为从我们的资料来看 这位马克尔斯从来没有打过MMA的比赛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MMA赛事 但是他的柔树赛事是可怕的122胜 所以我觉得 所以说很有经验 DMA上面很有经验 我们要承认对方的技术比我们好 所以我们要扬长必短 对 现在马克尔斯拿到了其成为 这位战利鹏很不利 现在我发现有好多选手 在押住对手以后 会把对手往铁龙边上推 这有什么意义吗 因为你把对手从铁龙上挤过去 因为很难受 跑也不好跑 然后你打戒波的 因为上半人挤到笼子上打得很舒服 所以就对他整个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好 马克尔斯依然保持着这个上位的姿势 张立鹏在尽力逃脱 但是从盼分上来说 现在张立鹏失分已经有点多了 对 因为被他摔倒被下场控制 我发现巴西楼树的选手 他们的距离感和位置就是超近距离 这个是好多中国选手不太喜欢也做不到的 对对对 一个很漂亮的背后爆摔 把张立鹏摔倒在地 拿到了侧向压制的位置 一个很稳固的位置 我相信如果不是马克尔斯去打击张立鹏的话 这个位置张立鹏是很难逃出来的 所以张立鹏应该利用时机 对对对 比赛时间到了 比赛时间到了 第二局比赛结束 最终的 最终的 双方肯定这一局会拼尽全力 因为到目前为止 张立鹏还是处于比较不利的位置 张立鹏就应该小心到他帅 但是我觉得作为中国选手 张立鹏应对柔树的经验已经足够好了 对对对 已经非常好了 能被一个世界级冠军的巴西柔树黑带 打到现在没有一点降服 张立鹏的技战术运用还是非常合适的 相当 好好的 漂亮的低边腿 应该就这样打 张立鹏 我们发现马克尔斯的手摆的比较低 他的弟弟一直在底下提醒他 让他把手抬起来 一个不错的抱摔又把张立鹏摔倒 然后 拖着近面 又 招牌性的拿到了 一个后背的姿势 然后马克尔斯准备进退 然后马克尔斯准备进退 张立鹏一个不错的拳 现在张立鹏就 他抱住马克尔斯的那只手 是有什么用意呢 铁哥 就 他就是想控制 也有这个 有机会到 也有这个锁的这个机会 明白 马克尔斯拿到了裸脚 但是 他的一只脚进去了 另一只没有进去 所以没有成功 张立鹏站起来了 张立鹏漂亮的抱摔 但是我认为这个抱摔 也有马克尔斯主动扑盖的成分 对 对 应该张立鹏站起来 从表情上看 马克尔斯的体能消耗有点大 现在马克尔斯利用铁龙 把自己的胯挪出去了 又抱住了张立鹏 又抱住了张立鹏 又到后边去了 铁哥你看本场比赛 一直不停地出现这样的体位 那作为马克尔斯 他是如何得到这样的位置呢 我觉得在国内选手都是执着于抱摔 我把你摔倒 然后让你双肩着地以后再进行部署 就估计是他们有平常训练 就是一个习惯性动作 但一摔倒马上就转移 那这样的比散打的快摔 和我们传统的摔法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他控制你后背的话 就很占优势 后背上因为对手很被动 可以更快地进入地面压制和体位部署 对 现在他托里方的护鞋掉了 托里方的护鞋掉了 护鞋掉了 裁判让停止比赛 然后 然后压 把张力帮护鞋重新拿了回去 然后裁判准备开始 然后又进行比赛 这就是体现了裁判的专业性 只要护鞋掉 我们将全手带上护鞋保护他们 现在马库斯拿到了这个位置 非常有利于马库斯 但是他没有控制好张立鹏的腋下 这样很容易被突出 对对对 现在他想从背后位置转成背后位置的十字顾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十字顾的半个成型 刚才我们的莉莉已经喊出了最后一分钟了 不知道张立鹏能不能扛下这最后一分钟打到判定 但是十字顾这个张立鹏防守得挺好 从这个位置 你认为马库斯成功十字顾的成功率高吗 现在作为上位的张立鹏漂亮 淘汰 漂亮 淘汰 时间不多了 这是他的教练安德森 也是一位巴西流出的黑带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 双方选手已经不遗余力了 作为马库斯来说 他现在只要保住这个优势 应该在判定中会有比较大的优势 那张立鹏来说就已经不应该再停留下来了 对对对 时间就马上到了 比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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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1号 彩排 1号 彩排 红方 27 比蓝方 30 2号 彩排 红方 28 比蓝方 30 2号 彩排 3号 彩排 红方 27 比蓝方 30 蓝方胜 agon ignorant 第二位是Marco and Susan 第二位掌聲送給張立鵬